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不知道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绿色枸杞种植基地诺目红农场就在青海省的都兰县境内 从这张卫星地图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是被无边的戈壁和漫漫黄沙包围着的一片绿洲 在这里枸杞是唯一的农作物而居住在那儿的所有人都是从事和枸杞相关的种植 采摘 加工 包装等工作 可以说那儿就是荒漠中的枸杞王国 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对于枸杞可能很熟悉 但是真正走到田间地头近距离地去接触着新鲜枸杞的人机会应该是非常少的 那这两天正是枸杞收获的季节 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我们的记者也就第一时间赶到了那儿 带我们一起去踏进那一片神奇的土地 驱车从西宁出发 一路向西进入柴达木畔地 沿途几百公里 近是一万无计的大戈壁 行驶了六百多公里后 一块长于二十五公里 宽三公里的郁郁葱葱的林区 骤然出现在荒漠之中 这里就是位于青海省多兰县的莫莫红农场 每年八九月份 这片戈壁上的绿洲都会迎来枸杞丰收的世界 这里也就变成了红色的海洋 而在大规模采摘之前 很多人都会来到两棵枸杞树前 举办一场祭祀活动 这两棵树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这就是我们的百年枸杞树 这棵树长得真茂盛 我看前面还有好多 这是大家记在上面的哈达 是的 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 还要进行献哈达 是什么样的意义呢 主要是基于对咱们这棵神树的尊重 还有一个祈求丰收 除了当地的种植户和采摘工 这里还会迎来不少 研究枸杞的科研工作者 青海省农民科学院林验所研究员 王湛林 常年在木木红农场 从事枸杞育种栽培技术的研究 他向我们介绍了 这两棵百年枸杞树的生长情况 这个树根据我们青海省农民科学院鉴定 这个树定在140年以上 现在这个枸杞我看上面长得也是相当茂盛 每一串下面都长了很多的枸杞 这个枸杞现在还能采摘吗 完全可以 虽然这个树已经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你看仍然是枝叶茂 对 没错 结果量也是非常多 那这个枸杞是现在我们能吃吗 因为平常我们见到都是干的枸杞 但是这个上面很新鲜 这个枸杞现在口感还是非常好 我去你试一下 现在就能吃 完全可以 我们摘两棵 这个摘有什么讲的 要摘比较大的会比较甜吗 比较红的 比较大的 已经成熟了 这个就不错 好甜 特别有水分 师傅 非常甜 老百姓认为吃一棵年轻十岁 是吗 那我可得多吃几棵 青海省墨墨红农场 建于1955年 目前这里一年的枸杞产量 可以达到两万吨 据统计 每年枸杞丰收的世界 都有来自全国十六个省 市 自治区的 两万多名采摘工 不远万里来到这里 在十万亩的枸杞田周围 安盈扎寨 随着越来越多采摘工的到来 墨墨红农场的生活保障建设 日趋完善 今年还兴建了连租房 大大改善了这里的生活环境 不少采摘工还把家安在了这里 在枸杞田里 一种记者从未见过的枸杞 出现在眼前 哇 天呐 这好大啊 你看这哪像枸杞啊 我感觉像小辣椒一样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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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就也可以摘了吗 这个可以摘了 摘的时候是有什么技巧 怎么摘啊 是这样子 抓着它的树梢 然后把它都全垂在底下 哦 这样等于一拉起来 它就都坠在下面 比较好抓 这样摘 就这样摘就行了 哎呀 看这一 哇 这一抓一把下来 每一个都这么大 对对对 这个果子现在是能吃了吗 已经 完全可以吃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都是有机的枸杞 我发现这还有一个 特别特别大的 我摘下来了 您看这个 跟我小拇指比一下 您看 跟我的手指都差不多长 比我手还粗呢 我们最大的 你们拿到4.5公分 王湛林告诉我们 诺木红农场 自外线强 日照时间长 同时昼夜温差极大 一天内最多能达到 28摄氏度 这些都为枸杞的生长 和糖分的积累 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所以才能够长出 这样又大又甜的枸杞 据古代文献记载 中国很早就有枸杞 最早出现在 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当中 与一些昂贵的 自补品不同的是枸杞的价格 相对于适中 而且食用方便 不但中国人爱吃枸杞 现在很多外国朋友 也爱吃枸杞 比如喜欢喝茶的英国人 通常会在茶里头 放上一些枸杞 让原本有一点 色色的英式红茶 喝起来有一丝甜甜的味道 而在美国 枸杞还被做成果汁 大受欢迎 目前中国的枸杞 主要是产自于宁夏 内蒙古 新疆 青海 而诺木红农场当中 生长的枸杞 又有什么与众不同呢 诺木红农场 不但气候特殊 地质环境也很特别 农场附近的贝壳梁 是柴达木盆地中 独特地质结构的代表 我觉得非常奇怪 刚才我们一路走来 是草地 相信您也有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草地和沙地 突然地下有这么多 这么密密麻麻的贝壳出现 因为我们知道贝壳一般是在水旁边才有 这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就说明当时这个地方就是水 就是海底 距今有多少年了 有考证吗 据历史上的 现在的一些资料上的记载 形成约15万年前 它一拿还比较坚硬 还抠不下来 抠不下来 非常坚硬 我们捡一块看 这地上的好多已经形成了 跟这个贝壳形成在一块的 好像大石头一样的 你看 这个现在已经算是 应该像石化了一样的 石化的感觉 您可以看到整个一块石头 然后上面包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贝壳 而且特别坚硬 很扎手 那既然它叫贝壳梁 说明它应该是一个龙旗的一个形状吧 是 诺木洪地区是属于柴达木地区 比较最低的地方 说明当时大海在逐渐向低端 这个干涸 干涸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条梁 地质的改变 形成了柴达木盆地特有的土壤环境和气候条件 而在诺木洪农场建成初期 这里并没有人种植枸杞 50岁的当地职工李杰 从小见证了农场的发展 由于土壤和气候适合枸杞的生长 种植枸杞为它们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如今枸杞成了诺木洪农场唯一的农作物 据他回忆 直到几年前 诺木洪农场还是以种植传统农作物为主 这个是油菜花吧 对 这个是小麦 小麦 这也是小麦 以前看着是一片金黄 现在我们去地理 一片红红的 红彤彤的 终植枸杞之前 诺木洪农场的职工 每年收入不到万元 勉强能够维持生计 而现如今 他们一年的收入 能够达到十万元左右 增长了整整十倍 农场的变化 让改种枸杞的李杰 尝到了甜头 如今 它承包了三十五枸杞田 除了种植 它还通过传统方式 对枸杞进行初步加工处理 这个枸杞子 这个表皮上有一层蜡质 减水泼上去 拌匀以后 它把这层蜡质泼在里 便于酿赛水 是为后一步的酿晒做准备的 对 放完以后 直接就是 在鱼里 在这儿摊好了以后 要晒多少时间 天气好的话 五天到六天 天气不太好的话 也就七八天就干 那如果在这期间 比如说下雨 还准够很大 像我搭的这个盆 只要一下雨 我把盆子都拿上 随着枸杞产业的兴起 与完善 对于红枸杞的加工 逐渐向现代化转变 半自动化设备 代替了传统的 纯手工处理的方式 大大缩短了 加工过程所需的时间 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与此同时 鱼制配套的交易 物流市场 也日渐兴起 每年有四千万斤红枸杞 从诺木红农场 运往各地市场 而一种价格更为昂贵的 野生黑枸杞 更是由于 具有独特的营养价值 而备受追捧 哦 这个上面结的这个小黑果子 就是黑枸杞是吗 是 这个好像跟我们看那个红枸杞 长得不太一样 这个树比较矮 而且上面好像并不像红枸杞 那样密密麻麻的一大片 对 它是野生的黑枸杞 所以比较少 野生黑果枸杞 与红果枸杞 最大的区别 是富含天然圆花青素 经检测 它的含量甚至高于蓝莓 成为寂静为止 发现圆花青素含量最高的 天然叶生果实 那么 这个自然界中的花青素之王 是如何生长的呢 那我们摘一个来看看 哎呀 怎么这么扎手啊 上面还都是刺 哎呀 这个刺啊 是这个枸杞 为了适应这个高寒地区的 干旱严苦自然环境 它为了降低水分的蒸发 保护它这个生长 为了生硬这个环境 自然形成的 那这个树怎么这么矮呀 它长了有多长时间 这个树啊 虽然看着矮 它其实已经长了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了 因为这地方降雨量非常低 我们这地方降雨量 不到五十毫米 所以来每年的生长量 只有两三给你 作为原生态的野生果实 野生黑果枸杞 灵性地生长在 人类无法生存的 荒山野岭 拥有极强的生命力 由于果皮很薄 采摘时 要使用剪刀 逐科剪下 尽量避免与少的接触 哎呀 这样一个一个的摘 得摘到什么时候去啊 您看这样严酷的 自然环境 能够长出这么稀少的 野生黑枸杞啊 而且采摘还这么不容易 难怪野生黑枸杞 这么珍贵 由于野生黑枸杞 数量稀少 近年来 诺木红农场 对黑枸杞的人工培育 进行了大量研究 目前 人工种植 经过仔细查看 我们并没有什么发现 只好继续寻找 拔印看起来有些着急 我们也担心 能不能见到传说中的宝物 这可能有吗 有 就是说口子已经开了 怎么叫口子开了 一开口 好像裂开缝了 这有裂缝 而且这的土摸起来很松 这样的沙土下面 到底能长出什么神奇的东西啊 我不知道您现在心情 是不是跟我一样 我们看到到底这下面有什么 您来挖一下 给我们看看 什么呀 这有一个 这是什么 这边露了一点头 白色的 这个好大 这是什么呀 天哪 这是什么东西 摸的还有点软 见了吧 这就是我们的财大墓的大肥菇 这是蘑菇 这是蘑菇 看着跟我们平常的完全不一样 我是第一次见到 相信您也没见过吧 这么大的蘑菇 在这个地方很普遍 这个如果是放在地下 我们都想象不出 它是一个蘑菇 对 那这样的蘑菇好吃吗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这个口感非常鲜美 这么大还这么鲜美 对 它因为形成都是在地下形成的 对 我也觉得奇怪 就在这样的 您看这个摸起来都是沙土 就是而且很干 为什么会在这样的地方 长出蘑菇来 太不可思议了 它这个是因为在这个地下有菌丝 它依托的是这种草根 咱们的这个草根 生长起来的 在经验丰富的八荫的带领下 我们终于找到了埋藏在地下的宝物 这种柴档木盆地独有的野生大肥菇 的确令人大开眼界 正是这里独特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 是野生大肥菇和野生黑枸杞 这些珍贵稀少的植物 得以再次生长 今天真的要感谢巴音带着我们来 找到了这么大的蘑菇 让我们满崽而归 看我们现在小桶里都已经装满了 真棒 我现在已经是迫不及待地看看 这样大的蘑菇到底能做出什么样的美味 我们赶紧回去看看 这个蘑菇到底要怎么做好不好 好的 告别了巴音 我们依然沉浸在挖掘到巨型蘑菇的心血中 然而诺木红农场中奇特的宝物 还有很多 这个是当地老乡养的羊吗 是 这可不是一般的羊啊 怎么有什么特别啊 咱们进去看一看 这不是跟我们平常的羊差不多吗 这个羊看起来是这样 但是喂羊的东西不一样 你去看一看 知道吗 这个里面是什么呀 您看 还能认出来吗 这不是里面有我们这个晒干的枸杞 还有这一些叶子 是 这个不会是给羊吃的吧 这个就是用来喂羊的饲料 天哪 您看看这儿的羊有多幸福 他们都是吃枸杞 还有枸杞叶长大的 那这个枸杞叶是平常我们摘下枸杞 摘下来剩下的那些杂的一些叶子 还有饼是吗 是 这个就是咱们用来晾干或者烘干以后来 分解出来的剩下的果笔和果叶 然后这些果叶就可以拿来喂羊 这算是废物利用吗 这个应该叫循环利用 怎么算是循环利用呢 羊吃了以后 这个拉的粪便来 我们把它发酵以后 作为有机肥再湿到这个田里头 那今天我们能不能喂一下这羊 看它到底爱不爱吃这枸杞 还有枸杞叶好吗 你来试试 好 来 它真的在吃 是 那我们把枸杞还有枸杞叶往这一撒 我周围用过来好多好多的羊都是来抢这些食物的 看来它们真的非常爱吃 除了枸杞羊 我们还见到了同样以枸杞作为饲料的枸杞鸡 这个是给它们破好的饲料吧 是 我看到这里面这个枸杞还是特别大 是 非常大 这里面的这些是枸杞叶吗 枸杞杆 枸杞叶子 我们拿这个试试喂它们 试一下吧 您看我们把这饲料往这一撒 连隔壁的这个鸡都跑了来堆在这看着头吃 是 看来它们真是非常爱吃 非常爱吃 那不知道吃枸杞 还有枸杞叶长大的这些鸡和羊 到底是不是更有营养 而且更美味呢 别着急 下面我们会让您品尝到的 利用这些诺木红农场特有的食材 这里的厨师向我们展示了独具特色的枸杞叶 这些原料里啊 这个我可认识 这是咱们之前采的大蘑菇 对 这就是你们的那个枸杞 枸杞鸡 那这个一定就是枸杞羊 太聪明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桌子上的这些食材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知道 到底能做出大鲜美味了 由于蘑菇太大 处理的时候要用特制的大好菜刀 这切起来的手感是什么样的 会不会大了就比较老 没有 它这个蘑菇的上面的片子 它都吃起来比较嫩和比较脆 这么大的蘑菇还比较嫩啊 感觉听的声音和这个手感 都是特别脆的那种感觉 切好的蘑菇下锅之后 厨师又取来自制的青海老酸奶 和枸杞花朵提取的芳蜜 与新鲜枸杞进行搅拌 看起来晶莹剔透 与此同时 枸杞羊汤的鲜味也以突然而来 不一会儿 一桌独具特色的枸杞宴就上桌了 哇 这么一大桌的美味在我面前 我都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那我给你简单的重点接上几道菜吧 好好好 找最有特色的 对 这个你们女孩子最喜欢吃的这个薯条 您尝一下 炸薯条 炸薯条 这个薯条有什么特别的 又跟枸杞没什么关系 对 您蘸一下这个酱 是 有点像辣椒酱吗 来 您尝一尝 嗯 好甜啊这个酱 能吃出是什么酱吗 不会是枸杞做的吧 当然了 就是枸杞酱蘸口 这个薯条 这样的枸杞酱作为调味料 不但给菜品增添了甜度 而且提亮了菜色 让人食欲大开 这个汤你看到没有 哦 这就是 这里面是我们采的那个蘑菇 对 还有枸杞鸡 嗯 我给您尝一碗 然后尝一下我们自己的劳动成果 嗯 果然我原来以为 这个蘑菇这么大会比较老 但它很脆 而且很嫩 嗯 非常肥厚 是吧 嗯 这样有营养的汤 我们一定要多喝几碗 平常真的是喝不到 太难得了 枸杞作为一种健康营养 又美味的原料 被添加在蒸鱼 炖肉 煲汤 炒菜 主食等等不同的菜药里 除了传统做法 枸杞还出现在许多 现代保健食品中 更加丰富了这里的枸杞业 那咱们就开始吃吧 好 来 咱们先干一杯 哎 这个是酒吗 哎 丹丹老师 这可不是酒啊 这是我们的枸杞醋饮 哦 是一炉饮料 我看这旁边还有一杯 对 这些是枸杞泡的茶是吧 枸杞叶 枸杞叶的茶 连里面的茶叶都是 茶叶 茶叶是枸杞叶 天呐 今天我们真的是 大饱眼福也要大饱口福了 原来枸杞和枸杞叶 可以送出这么多的美费 看起来这枸杞不但可以 像我们平时那样 用来做菜 煲汤 还能够泡茶酿酒 或者是制成各种口味 独特的零食和调味品 而枸杞叶呢 也是霍馅和炒菜的好食材 这么多创意的新吃法 让我们是一边享用美味 一边补充营养 吃出健康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